或许很多宝宝宝妈都会有这样一个误区,认为宝宝在婴儿时期没有牙,所以吃完母乳后也不需要对口腔进行清洁,就算后期蒙出几颗乳牙,吃了腐蚀后也没必要做清洁,若不知这样的疏忽,往往会给孩子带来一系列口腔问题,那么,该如何正确给宝宝进行口腔清洁? 长期不清理宝宝的口腔,会引起哪些口腔疾病? 今天,另外就和各位宝宝宝妈们聊聊,一,宝宝吃完腐蚀和奶,需要清洁口腔吗? 宝宝吃了腐蚀,是需要清洁口腔的,也许有的妈妈会说,宝宝那么小,甚至出牙板的宝宝,连牙齿还没出一颗呢,不需要清洁口腔了吧? 实际上,从宝宝出生的那一天,宝宝的乳牙已经成型,并且隐藏在牙龈下,之所以还没有萌出,只是时机还没有成熟,如果给宝宝添加了腐蚀,那么腐蚀的残渣就会停留在宝宝口腔的各个角落。 时间久了,这些残渣就会发酵,发酵后的物质就可能是即将萌生的乳牙发生虚齿。 2.如何正确给宝宝进行口腔清洁? 对于宝宝的口腔清洁,可以分为乌牙齿和乳牙萌发期。 1.无牙齿的口腔清洁 1.喂水 在宝宝吃完奶粉混沐乳后,为宝宝喝鸡口水,以冲着口腔里的食物残渣。 2.散布清洁 家长可以用干净消毒的纱布,帮助宝宝清理牙齐和舌头。此时动作要轻柔,要注意的是,在清洁前,家长的手一定要洗干净。 3.回脚纸套清洁 家长可以在食指套上回脚纸套,沾上清水,轻轻刷干净各个牙齿的表面,不仅可以清洁口腔,还可以缓解宝宝出牙带来的疼痛和不适。 2.乳牙蒙发期的口腔清洁 对于已经开始蒙发乳牙的宝宝,要使用专门的儿童牙刷,软毛,小头,刷毛三四列为宜。 牙刷使用后要两个保存并经常消毒,请换吸牙刷。 牙膏选择可团厌的安全牙膏,每次挤出豌豆大小的牙膏即可,这个剂量是非常安全的,妈妈不需要担心不中毒的问题。 宝宝宝妈们至少每天给刷牙养刺,晚上最后一次进食后一定要刷牙。 白天如果宝宝吃了沾牙的食物,也可以适时清洁。 3.宝宝的舌胎需要清洁吗? 由于长期喝奶,宝宝的口腔粘膜上经常会有许多牛腊残渣。 如果口腔清洁工作没做好,就容易滋生许多病菌,影响宝宝的健康和食欲。 所以,在宝宝喝完奶,或者吃完腐食之后,家长一定要记得给宝宝清理舌胎。 另案提示,清洁宝宝的舌胎不宜在刚刚被挨奶时,或是宝宝想睡觉的时候,如此容易造成宝宝的呕吐或是抗拒清洁的行为。 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了,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法,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